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我也找不到我了啊 好了来我们继续啊 这个反向解析其实也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 我认为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叫母版继承 母版继承 其实这个就是你不用母版继承你也能开发项目 对 就是多点 就是麻烦点 但用母版继承呢 你就可能简单那么一点点 对 我告诉你目前针对于母版继承来说 对于你们来说也就是简单一点点 因为你现在还用的不是太熟练 什么都不想去用 你就不想用去直接写继承了 你就想直接就把那个母版我就写出来就得了 那么这个母版继承有啥作用呢 母版继承可以减少 减少页面的什么呢 内容的重复定义 实现页面的页面的重用 啥意思啊 想一想啊 我们现在好多网站啊 好多网站的什么东西呢 把它删除 好多网站一般我们啊 我们在学那个h5的时候啊 我们在学那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说过前面是不是有一部发 中间是不是有一部分主体 对吧 完了 底下是不是还有一个一部发 对吧 但是一般的网站 你现在来看 它的是一般上边我们都叫hider 下面叫fotr 这是我告诉你 这是移动端是基本上都这么叫 那么一般的网页 hider和foot 一个网站的其他不同的页面 hider和foot都是怎么样的 有的网站 hider和foot就是怎么样 一样的 是吧 一样的 那么我 我这个网站有十个页面 那这十个页面的所有的hider和所有的foot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你要写你要正常你就写几遍 十遍 对不对 那么我如果能有有我们派 我们派生是不是学过计划 如果我能把写成一个副类的模板 让其他的模板 其他的十个页面全继承他 就相当于有了hider和foot 那么我其他页面的数就不用写了 是不是 这是我们 模板继承的一个中心思想 其实就是干什么 是不是想继承我们就少写呀 能理解了吧 一会我们就去就写这玩意儿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在讲标签的时候 有一个block标签 还有个啥标签 ens 标签 是不是这两标签 这两标签就是搞啥的 搞继承的 这两个标签就是搞继承的 这个是啥意思呢 它是在副母板中预留 预留 预留什么呢 区域 那么干什么 是子母板 去前冲 这个block是不是就为了去预留区域的呀 对吧 那么子母板去前冲区域 这个s-turns是啥意思呢 它是继承 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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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需要写在 母板 写在 母板 文件的第一行 那么我们就来个小事例 我们定义一个附母板 那么带来一个啥呢 定义 子母板 子母板 就按照我刚才这个图来定义 那么我这个中间的内容是不是其他的页面是不一样的呀 那么上面的这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对吧 那么我是不是就定义一个基础的母板呢 那么这个母板其实它也就是一个html页面 一般的附母板或者基础母板都叫啥呢 base 那么base base的这个母板里边 我们说了头和尾是不是都是不一样是固定的呀 那么我来个div 这个叫hdrhider 那么id等于hdrhider 那么页脚是不是还有一个呀 那么页脚是不是还有一个呀 那么中间的内容是不是不一样啊 对不对 中间的内容不一样 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 div 这应该叫啥呢 叫id什么的 mine 等于mine 这里边是不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不一样就怎么办 给它预留出一个位置 让别的人来干什么 来填充 那么怎么预留呢 就用我们这个block标签 block mine 后边是啥 我给你写一下它的用法吧 block标签的吧 后边写的是啥呢 标签名 啊 那么一般它还有个啥呢 结束标签 end block 那么endblock你要结束的是哪个标签 你也最好干啥吧 标签名 能列了吧 哎 这就是我们挖了一个坑 让别人来填 就是这个含义 那么在我们的主 我这里边我给它叫慢的这么一个坑 那么 到下面 结束 endblock 副模板这里 你不确定有啥东西 你就这么写了 能理解吗 到底有啥东西 别人来给你添 能理解吗 那么这是我们的基础模板 那么现在我想写主页了 我是不是要 写个主页的一个模板呢 min 守页的 那么守页 你想如果有写守页的话 那么守页的话 我们还需要这些东西了吗 我只要继承于贝斯模板 是不是就行了 对不对 那这个贝斯模板 怎么继承 类的刚才说 estnds extense 你要继承的是谁 那这个我也给你写一个 写一个写一个 那啥 用法 语法 那么estnds 你要继承谁 演号啊 负母版 母版 录镜 负母版 录镜 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继承谁 是 myapp 下的谁 base.1000 能解了吧 那么我只需要 你看着我这里啥也不 呃 我这里边 我只需要 是不是把这个坑 给他填一个内容就行 啊 但是我把这个 heider和food 是不是写个样式啊 style sty 一般 一般 一般就给他来个宽高和颜色 是不是就行了 宽 一般就让他百分之百 你看全不提示 我靠 高100px吧 这不提示是吧 哎呦 我的天 fot 那么是不是 他俩就一样式啊 那么我在我这个主页 这是我真正以后要显示的主页 那么我把这个页面 这个模板 副模板继承过来 那么我只需要把谁 把中间这是不是填上就行了 是不是啊 那么我在这咋填呢 我在这给他写一个 假如说填坑 填坑也是用这个block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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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填这个坑 and block block 我在坑里填个啥呢 h h1 s mck 可以吧 那么一会我们展示的页面 是不是展示慢点 hml啊 那么你看这个hml里面 这写成这样 没没都没啥东西是吧 哪有啥东西 对吧 那么我们想显示的 是不是要加路由啊 hml r r 这个叫就叫慢吧 行吧 iws点 点慢 我这个就不写那啥了 那么是不是在这写个慢呢 那么r e t o r n 这里边好像也不需要传 传啥值吧 这里改成啥 慢 你看啊 你看我这个慢里边都没写啥东西 对不对 我有主页 我有什么详情页 我是不是都可以掏用那个模板的 就中间不一样 是不是 那么你看 慢 是吧 那么我现在又有个啥页面呢 有一个详情页的页面 但是页角头和尾是不是都一样的让它 那我就来个detail d-e-t-a-i-l 那么 我和谁一样 是不是和他一样 对吧 我把这个坑给它变成 nice 是不是就行了 那么我要想显示的 是不是加路由 叫detail d-e-t-a-i-l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还得加个什么 试图 d-e-t-a-i-l 一样一样一样 我往这儿来吧 好 那你看我这个访问的是慢 对吧 d-e-t-a d-e-t-a-i-l 你看 上下是不是都一样的 对吧 就中间这儿不一样 我挖坑是不是点在田上就妥了 对吧 那么我这个坑可以随便挖 你看这里吧 这里边我说挖了一个坑 我还可以加个 诶啥 我还可以干什么 再挖个坑 叫mine mine 是不是挖两坑了 对吧 那么我在这我可以直接再写个啥呢 那么这个叫 凯哥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有条线 是不是 你这就随便写了 看到了吗 这以后我们就随便搞了 那么 我们如果要写 写移动端 写移动端的页面 一般就是谁 头和尾 一般移动端就是头和尾 其他地方基本上很少 你能用到那个那个继承的东西了 能理解吧 因为你你想 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个APP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个 呃 所有的移动端的就是页面 其实现在他做的一般的都和APP差不多 你看比方说京东 京东这个条 我们一个底下点一个 是不是就是一个页面的可以的 那么底下这个条是不是就是模板是就可以继承啊 底下这个条 那么只不过你看上边 上边还有 有一个条对吧 是不是上面有的条也大部分是一样的啊 对吧 那么是不是中间我就不一样就可以了 但是你里边的内容好像没有找到能太合适 在定义模板的了 对吧 是吧 那么就是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是移动端 移动端一般我们就是头和尾 那么PT端呢 可能要稍微比他怎么样呢 复杂一点 为什么说PT端稍微复杂一点呢 那么啊 我们想想PT端一般我们页面都是基本上长啥呀 呃一般也是假如说这是一个一个简单的小页面 找线啊 一般都是干什么呢 他有一个也是有一个顶对吧 对吧 也有个底啊 一般首页是长这样的对不对 那么他但是他有其他的页面PT端都是这样的 比方说一般电商呢 因为我准备带你啊 不是带你啊 因为我准备带的那个那个那个项目就是我准备带的就是一个电商的项目 我准备写那个爱先锋 那么一般的其他的会这样 左侧会有个啥呢 一些假如说我有导航的吧 我有什么啊 干管啊 什么酒水啊 什么母婴用品啊 还有这那那这的对不对 是不是这有这么一堆啊 对不对 那么他只不过他页他他他什么呢 啊或者说有一个这是显示我页面的对吧 显示商品页面的对吧 那么他可能有啥样的呢 还可能有这样的页面 刚才是想显示商品信息的对吧 一般我如果显示用户信息的话 他也是这样的 右侧是导航对吧 什么呢 你的呃 用户安全呢 最近购买呀 什么订单详情呢 是不是又之类的一些东西啊 是不是啊 但你会发现这两个模板咋样 你用基础是不是一样的 只不过填坑填的 你看左侧这里边是不是都是UR 都是URL啊 只不过我填的力是不是不一样啊 对不对 力的名不一样啊 只不过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看我这个主页里边 我是不是他可以再挖两坑 对吧 对不对 那么 今年晚上的一个作业 啊 你就给我写成这样的一个模板 首先 有一个 这个是最基本的模板 中间不一样的吧 这个模板是继承了这个模板 是不是又把中间可以分成两坑 对吧 那么你再给我真正写出什么 我的什么 详情页 详情页 还有什么 呃 用户 中心 那么这个是 首页 那么这是三个页面 对吧 那么你想想我 是不是应该有个贝斯模板 贝斯模板 其实是不是按首页的这个来的 上边和下边 对吧 那么再有个贝斯二模板 但是贝斯二的那个模板 是不是可以让他继承自这个贝斯啊 但是我在贝斯二里边 是不是再给他挖出两坑 对不对 那么我再创建的 是不是叫详程页 就让他继承是贝斯二了 对 那么用户中心 是不是也继承贝斯二啊 首页是不是继承自贝斯啊 能理解了吗 这个原理 下午好好考虑考虑 就怎么写啊 那么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模板继承 就这点玩意儿 不难吧 就标挖个坑填个坑 挖个坑填个坑 是不是啊 block挖坑 那么block我在 还是不还能填坑 对不对 你挖一个 网友在别的地方 是不是给他紫 紫模板去来填坑啊 是不是啊 好了 那么这就是模板继承 那么我把这里 这两个我给你复制过来 啊 bass的模板 那么我再把紫模板也给你复制过来 怎么把是用这个慢的 你看这个慢这个HDMI页面是不是就很简单是吧 基本上没啥东西了 看着下 这是定义 我写个第一 那么这个模板的继承 是不是还是挺简单的啊 不难吧 只要pansom的那个继承的思想 你理解了一些 那么这个模板的继承 是不是和那玩意儿一样啊 就是我们有的 父亲有 我继承过来 我就有了 对不对 我好看 你看这个 什么呀 那是玩意儿 就像你那样一样啊 就像你这样子 那是玩意儿一样啊 我还是给你那样啊 那是玩意儿一样啊 我第一次玩意儿一样啊